最近电视剧《爱的黎米》正在全国热播 很多沈阳人都在追这部戏 对吧 剧中有很多的取景地都是在沈阳选地方拍摄的 那不仅有熟悉的场景 就连主演佟大为也是咱们沈阳人 当然了 还有一个与佟大为合作 佟丽娅合作的这个沈阳小女孩 也因为这部戏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叫张诗琪 今年六岁了 是一个刚刚走进校园的一年级小豆包 最近很多人都会管她叫可可 因为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爱的黎米》里 张诗琪饰演一个叫可可的小患者 与佟大为佟丽娅组合搭戏 我班同学他跟我说 你上电视剧了 然后我说是啊 然后他又问了我一遍 你上电视剧了 然后我就说是啊 是啊 然后王云熙女说 你和佟大为佟丽娅拍的呀 我说是啊 他就说哇塞 演的名是啥 爱的黎米 很多人都说张诗琪演得真不错 就连佟大为 佟丽娅都给这个六岁的小鸭点赞 但是诗琪的父母告诉记者 小诗琪从来没有学过一天表演 和许多父母一样 张诗琪的父母也不想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 小的时候就对他进行了美术 芭蕾 英语等方面的培养 但是没想到小姑娘却在演技上表现出了天赋 他比较喜欢表达 讲故事啊什么的 他就能听那个听故事以后 他自己就能讲出来 我们也给他抱了芭蕾舞蹈班 他也很喜欢学 就觉得孩子好像还是比较 在艺术方面还是有点天赋 发现了女儿的这个特点 王楠没事就给小诗琪录视频 发在各个短视频平台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接到了一个通知 我会经常在朋友圈或者抖音上 给他发一些小段子 然后就被一个老师看见了 老师呢就联系到了我 然后就说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佟丽娅和佟大为一起出演 这个爱的黎米 然后觉得哎呀这机会太好了 机会摆在了眼前 但还是要靠实力来说话 诗琪的母亲立刻给剧组 发了一段孩子视频 没想到不久后 经过层层海选 小诗琪竟然被选上了 第一次进入了剧组 我一般记台词背 五六遍就长 那你当时觉得那台词好背吗 好背 怎么啊你还能记住吗 有点记不住了 那个是我随着手牌的 有了第一次触电 张诗琪父母也开始了 对孩子将来教育培养的思考 尊重孩子的选择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本身也不会有 从现在就定下一个目标 说一定要让孩子走这个表演这个路线 那么还是希望通过 发掘孩子的潜在的这个爱好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找到孩子的特长和亮点 然后依照孩子的想法 家长做引导 然后无论是他将来想做什么 可能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我长大我想当一个英语老师 如果当一个老师的话 教同代为那样的学生 那会很有才 第一时间记者孙军同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